当地时间15号下午 日本部分民众和社团组织 将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 纪念日本战败投降77周年 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罪行 呼吁和平反对修改和平宪法 为敦促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尽快投降 美国于1945年8月6号和9号 分别向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 8月15号 日本天皇御人广播中战诏书 宣布接受波斯坦公告 日本无条件投降 无条件投降是指战败国 向战胜国不附带保留条件的投降 长期以来 日本把自己描绘成二战 特别是核爆的受害者 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 和侵略他国的历史完全忽略